华山封兵站102年设立到现在 为了感谢义工还有善心远事支持 12月3号特别在晋浦村的活动中心 举办了建站七周年的感恩茶会 除了有专业的体势能教练带领运动 另外邀请到植物台球首座老师 带领长辈们DIY 感恩庆祝同时也一起迎接圣诞节 庆祝华山封兵站建站七周年 老人长辈跟着专业的体势能老师 一起舞动活动活动筋骨 现场气氛热烈 民国102年华山基金会在封冰箱成立服务站 累计服务超过150位社府边缘户等弱势长辈 而为了感谢义工以及三星人士的支持 今天上午特别在晋浦活动中心 举办建站七周年感恩茶会 除了专业的体势能运动 华山基金会也特别邀请植物台球首座老师 带领长辈DIY 感恩庆祝的同时也一起迎接圣诞节 它不会再跳出来 球的部分不会那个水台不会再跳出来 就可以停止没关系 华山基金会秉持着结合本乡本土爱心 照顾本乡本土老人的理念 已在全台设立389个爱心天使站 免费提供在地三师老人到宅服务 而随着独居长辈人数逐年攀升 华山基金会现正发起2021爱老人爱团圆 封兵站预计在年节前夕 法董义工送出90份的关怀礼 每一份700元 也期盼各界善心人士共同认住 爱心专线03870-6636-0站长 延续这一份爱与关怀 记者是玉兰 封兵采访报道 卡住冠宝 保护 gehe